兩位 郭富城、楊千華、加上新進導演王興芬 一行人為電影《蜜露人》舉行優先場 這次故事講及蜜南文的社會現象 晴晴為了配合一個角色 還剛脆按了自己幾天 兩位演員都希望藉著這套戲 令大家關注多些社會問題 問到聖誕節怎麼慶祝 兩位為了小朋友開心都出盡力 聖誕節是聖誕節 我第一次帶二寶春去沙太陽 很開心 去海灘,很開心 很開心 走來走來很開心 去香港 見到華南天、白雲 很開心 很開心 有一個小小的小朋友 大家未必會報報門 告訴大家 其實昨晚是聖誕節 四十二晚之後 我回家辦聖誕節 好開心 不是你 每個人都有禮物嗎 每個人都有禮物 總之想到你家 我是穿著聖誕老人裝 我和太太大家穿著聖誕老人裝 有白色頭髮、白色鬍子 然後我說 聖誕老人來了 大寶兒寶幸福 然後我是誰 她認不出我 然後我不是爸爸 然後問她爸爸是誰 聖誕老人 好好追我